第3第4两道题呢我会一块讲 同学们把视频暂停一下自己先做 好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整式乘法的一些具体应用了 对吧上来这个第3如图计算四边形AECF 来看一下AECF 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标形 我们在前面简单的提到过这个图形 对吧或者说它是一个凹四边形 它是一个不规则图形 我们怎么来计算这个的面积呢 基本上你要想你都会哪些办法来计算面积呢 第一个直接求是吧 那比如说这个三角形你是不是就底乘以高出一二 如果是个圆你是不是就πr的方等等等等 对吧但是这个能直接求吗 不行是吧 第二个呢就是用的比较多的了 这个叫总面积减空白是吧 我们把这个如果理解成是一个阴影部分 总面积减空白可不可以呢 好像可以吧 对吧在这总面积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什么呢 理解成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把不要的部分都去减掉 是不是就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一部分 对吧里边这个凹四边形这个的面积了 那么要注意这个图呢 可能画的不是很准 有没有发现它的长是一个7a对吧 宽是一个6a 我们来数一下1234567 这是123456 其实它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这里边的每一个是不是应该都是一个小正方形 对吧 a和a必须是一样的 那图画的不准没有关系 看数据啊 我们就把这个都理解成是正方形 也就是说这里边每一小段它的长度是不是都等于a 好来开始计算 第一个我们要算一下总面积 总面积是不是应该用7a乘以一个6a 对吧 7a乘以一个6a 这是我们的总面积 下边呢 开始减 那空白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来把它分一下呢 我们先看左边那一大块 那一大块有没有发现也不是一个规则图形 那就要把它都拆成规则图形 是吧 利用到了一点点胳膊这样的思路 你可以怎么来拆一下呢 我觉得可以把gfad是不是看成是一个t形 而且是个直角t形 是吧 这儿还有个tfc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就可以减一个t形再减一个三角形 这个t形我们来看一下 上底 是不是应该是3a 下底是一个6a 那就3a加上一个6a扩起来 乘以一个高 高是多少呢 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应该是个5a啊 乘以一个5a 然后再除以2 t形一解了 下面再解那个三角形 gfc这个底是不是2a 高是不是应该是3a 那就是2a乘以3a再除以2 大家注意除以2啊 下边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空白部分 我们不要的这一部分 可以怎么来理解呢 你是不是可以也把它拆成是一个三角形和一个t形 对吧 eha这样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ehbc是不是一个直角t形 每次把它拆一下 面积都可以求 先求一下eha 底是多少呢 底是6a 对吧 高是2a 那就减去一个6a乘以2a 然后再除以2 t形这一部分上底是个2a 下底是个6a 那就减去括号2a加上6a 高呢 应该是我们的a吧 只有一个 对吧 乘以一个a 然后再除以2 好 问题都已经结束了 是吧 首先我们把这个式子列出来 剩下来的 你是不是就利用这个什么整式的乘法啊 相关支点 来进行一个运算 把它化解一下就行 对吧 首先ta乘以6a等于多少呢 42a的平方 减去一个3a加6a 是不是等于9a啊 9乘以一个5 是不是应该等于45 那导致我们在这 是不是减了一个2分之45 a的平方 能理解吗 9a乘以5a是45a方啊 然后再除以2分之45a方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可以把2和这个2约了 所以是减什么呢 3a的平方 对吧 减去3a的平方 这个地方我觉得2和2又可以约了 那是不是再减一个6a的平方啊 减去一个6a的平方 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2a加6a 是不是等于8a的 8a可以跟这个2约一下 剩个什么呢 4a 4a乘以a 是不是等于减去一个4a的方 好 整式乘法那一部分已经操作完了 剩下来的是不是就是整式的加减 对吧 进行一些加减的运算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首先减3a 减6a 减4a 我把这些整的这一部分呢 先减了 这地方是不是减了一个13a的方了 对吧 减了13a的方 42减13等于多少呢 是不是29啊 29a的平方 减去一个来这个2分之45 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小数了 咱也可以用分数就通分 我觉得这个题呢 用小数会减来一点 2分之45 是不是22.5 那就是减22.5a的平方 最后我们什么答案呢 29减22.5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6.5 对吧 6.5a的平方 就是我们这个四边形的面积 这就是我们乘法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是吧 可以去计算一些面积啊 相关的内容了 那么可能市民间有朋友小学学过什么格点与面积 对吧 如果是在这种格点的网格里边去计算一个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它其实有一个定理 叫做必克定理 对吧 叫做必克定理 必克定理呢 其实在这里边数点啊 这个方法我就不讲啊 因为学校老师可能也不让使用 你要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百度一下啊 你自己搜一搜 看看什么叫做必克定理 利用这个定理 我们直接可以算出 这个里边这个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好 那么例三呢 我就说到这儿了 来例四 已知2A加B等于零啊 求后边这个式子的值 是吧 那么在这儿呢 其实这个题的方法很多啊 我不知道视频前的同学是怎么做的 通常的做法呢 我们应该去把这个东西是不是得去展开啊 我们要把这个式子承开 是吧 承开以后再把那个东西往里带一下 看看发生什么事 好 我们现在呢 先讲第一个方法 就是常规做法 那你原式等于 对吧 你的3A是不是要跟他们几个都要乘 你的B是不是跟他们几个也都要乘 那先3A乘一下 应该是个6A的三次方 然后加上一个9A的平方B 然后再加上一个3AB的平方 A乘完了 该B了 B乘以它 注意 我们写的时候呢 你刚才是把A动在前边的 这次呢 还是把A放在前边 那应该是2A的平方B 加上一个3AB的平方 再加上一个B的三次方 下面是不是要合并同类项了 我为什么建议大家 一直都把某些字母放在前边 保持形式上的一致呢 就是因为我们再去合并同类项的时候 会容易啊 经常你有一部分写的是A的平方B 有的一方写的是BA的平方 其实它们一样 但是看着长得不一样 往往会忽略掉啊 其实它们是同类项 但是也找不到 但是我如果这样写呢 就很容易找到了 比如说这个9A的方B和2A的方B 那很容易找到吧 对吧 我们来合并一架啊 它应该等于一个6A的三次方 然后呢 加上9A的方B加2A方B 是不是应该是11A的平方B 3AB的方加3AB的方 是不是加一个6AB的平方 最后再加上一个B的三次方 哎 已经把它变成这样了 而题目现在已知2A加B等于0 我们要求这个式子的值 下面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啊 它给了你两个字母A和B 我们对于这种多元的问题呢 往往都是去进行消元的 那消元的话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B是不是等于-2A的 你就不要来一个A等于-1B 这个带分数的就不好钻 是吧 所以还是把B换成A比较好 由2A加B等于0 可以得B是不是等于-2A 带入原式啊 把这个B等于-2A带进去 我们是不是就把B给消掉了 带入原式啊 得 好 我们现在如果带入了 你现在看一下 6A的三次方 是不是还是6A的三次方 那加上一个11A的平方 是不是得乘以一个B了 B这个时候呢 你就换成-2A 是吧 再加上一个6A 乘以一个B的平方 是几A的方呢 是不是乘以一个4A的平方了 对吧 -2A括号的平方啊 再加上一个B的三次方 这个玩的三次方是什么呢 减8A的三次方 对吧 把所有的B都换成A 减8A的三次方 下面我们来化解一下啊 它等于6A的三次方 然后这地方11乘以-2 说不应该是-22 对吧 先定系数-22A的三次方 然后46呢 24A的三次方 再减去一个8A的三次方 有没发现它们都是同类下 所以可以合并一下 那我建议加法和加法一块 6加24是不是等于30啊 减法和减法一块 22和8A也是30 其实就是个30A的三次方 减30A的三次方 它等于几呢 它是不是等于0啊 那这样就把这个题做完了 所以原式的值为0啊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呢 系数量比较大 是吧 也比较麻烦 我们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那么近几年中考里边啊 关于这个整体代入求值的题目 考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已经是一个热点了 而这个题呢 我们就可以整体代入求值 什么叫整体代入求值呢 我来给同学们演示一下啊 也就是说我不消源 我直接把2A加B 看成是一个整体 然后往后边那个式子里边带 具体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原式等于啊 这方是不是有一个3A加B啊 那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2A加B 你怎么才能把它变成它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拆一下 对吧 这个3A加B 我可以把它变成2A加B 然后再加一个A 第一部分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3A加B可以这样拆 那你有没有发现2A加B等于0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直接就等于A了 对吧 第一部分都已经处理完了 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你有一个2A的平方 你这一部分 怎么才能去跟那个2A加B 建立联系呢 就涉及到拆项啊 2A的方 是不是2A的A倍 对吧 那我要想构造一个 它的倍数的话 你就得加一个AB啊 加一个AB 就2A的方是2A的A倍 AB是B的A倍 那你一会看看 我们发生什么事 后边呢 你加上一个2AB 然后再加上B的平方 其实可以照抄 原因是2AB 是不是应该是2A的B倍啊 B方是不是也是B的B倍 那现在我们接着再往下啊 大家看看 这就等于一个2A加B 然后再加A 乘以一个中括号 这一部分 有没有发现 我们可以提一个A出来 那就是A乘以一个2A加B 是吧 提一个A 这地方剩个2A 这地方剩个B 这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一个B出来 加上B倍的 这提了个B剩什么呢 2A 这提了个B 是吧 还剩个B 你有没有发现 都有2A加B这一部分了 那再往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2A加B 整个可以提出来 它等于一个2A加B 再加A 乘以一个括号 提一个2A加B的话 你明白还剩什么了吗 是不是还剩个A加B啊 我们把原来那个式子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形式了 其实在干什么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因式分解 那这个因式分解呢 应该是我们初二的那种 应该是初二的那种 但是在这儿呢 提前说了一下 对于有一部分啊 比如说 北师的 或者是苏科的 或者是教教的同学啊 你可能因式分解是在初一学的 人教的同学呢 你因式分解是在初二学的 我们在这儿 把它其实是进行了一个因式分解 那如果你做到这样的情况了以后 你们翻答案一秒就出来了 原因是我们已知2A加B等于几 是不是等于零的呀 你没有发现这个方已经有一个2A加B了 零乘以任何数 是不是都等于零呢 所以最后答案直接就等于零了 是吧 过程自己完善一下 将2A加B等于零代入 包括这一部分 其实也是个零 这一部分也是零 但是不论怎么着啊 我们2A加B只要等于零 最后乘起来的结果 是不是都等于零 那这个方法呢 就费脑子一点啊 就费脑子一点 就需要同学们用很好的代数式变形的能力 我们整体代入往往考的就是代数式的横梗变形 同学们呢 能理解就理解一下 如果理解不了呢 这个方法也不做要求啊 你在学校里边呢 其实完全可以用方法一 就是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方法来操作 好吧 那么这两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